明星就活该遭受网报吗 小沈阳女儿被网友恶意攻击长相 但杨阳却说 我长得像爸爸 我很强啊 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个刀印上 对我们两个来讲 因为我并不帅 自个承认 我不想攻击孩子 能攻击我归 说我故意你怎么长成这个样子 现在杨阳可能还不懂 因为我看了一些未来我很气愤 希望不要去那么攻击孩子 华晨宇竟然曾经想跳楼 而且我曾经有一天 就一个人站在他们家那个 就那个阳台上 他说我想往下跳 跟子齐逼迫自己挑战 最恐怖的是来面对网络暴力 经历全网黑的时候 我觉得我问自己 为什么我那么怕别人误解我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去挑战我人生最怕的东西 我跳过降落伞 我跳过蹦极 但是其实我恐高 我挑战完了以后 我所有其他东西都不再怕 曾经那么自信的黄晓宇 如今却害怕面对观众 嗯 佳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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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今天来着 你说今天大家今天是要看你的 我就天天跟他们看 对 大家不行 对 大家不行 没有 看起来 看你了 拽截张雨琪其实也会哭 谁会拿着自己那么痛的东西出来吵啊 谁会拿着那个伤疤 告诉给别人 哎 你看看 这个疤很痛疤很深疤 我觉得这个戏画很可笑 你知道吗 这是我觉得 大众对娱乐明星的误区和误解 有人可能会吵错 没有人会拿伤疤出来吵错 齐拉反驳生孩子是女人的业务时 被众的网友辱骂 很多人认为 如果女人不生孩子 她的子宫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我接她那句话 我说 我的子宫实不实用 跟你有关系吗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个完整的个体 不需要任何人去干涉和干预 只有自己能决定自己 娜渣不仅自身遭受网报 那我叫你娜娜还是渣渣呀 她就说 叫我娜娜 好多人叫我渣 就是那个三点水那个渣渣 黑粉连家人也不放过 父亲去世了 就有留言说 你的父亲是你客死的 你就等着在台平间见你妈吧